说起大亚湾的公园建设 其中最重要也最出名的一个 非红树林实地公园莫属了 这里位于大亚湾中阴区的核心地带 周边也有非常多的楼盘 这里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如果司机合适的话 可以看到这里有成群的白鹿飞舞 秋水长天 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很漂亮的江南园林建设 很适合拍照打卡 喜欢趴山的人 这里的虎头山也是一个可以轻度休闲锻炼的场所 山顶上景观也是挺不错的 另外顺便说一下 这个红树林实地公园还是国家社一级景区 并且是免费的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重点介绍一下 红树林公园的概况 详细讲一下这里的特点 以及该怎么游玩 首先是红树林实地公园的东片区 这里也是它的核心足景区 手机导航的话 一般会默认导到这里 这里的主要特点就是红树最密集的区域 中间也有一些水面 在整个区域的中间是纵横交错 如果修有挺长的木栈道的可以在里面 这里的水有一部分流动性不足够好 所以如果天热的时候 感觉这里的水质并不太好 还是有一点味道的 另外在这里河边 也搭建有一个挺好看的官鸟台 旁边的这条河就是大澳河 属于淡水河的分支 在淡水区域分叉 然后转向澳头方向 在前方不远处流入大海 看完这里我们就沿着淡澳河 向西边一路顺着河的上游走一小段 就来到了实地公园的另外一个片区 这边是虎头山公园的片区 这边的主要特色是有一个虎头山文化园的新项目 属于后建成的区域 顺着山市修建了一个类似于小宫殿式的建筑套装 规模不算很大 但是也制成体系 在整个建筑体系的后方还有一个高塔 这个塔是带电梯的 站在塔上面可以俯瞰周围的景色 然后虎头山这里是一个不算高的小山包 如果喜欢爬山或者登高望远的话 可以爬一下 这个山不高 体力好的话大概五六十分钟就可以爬到山顶了 山顶有一个小的观景平台 至于这个山为什么叫虎头山 大家看一下箭头说指的位置 就是山头的这块岩石在某个特定角度跟老虎的头是非常像的 虎头山也紧邻着丹奥河的河边 河对岸就是传统的澳头镇区域 现在大岩湾中心区域以及传统的澳头镇整个都隶属于澳头街道 大岩湾中心区域因为红树林湿地公园的存在 算是整个大岩湾区域公园以及生态环境最好的一个片区了 虽然这里离石化区也最近 但整体来讲仍然算得上环境优美 然后看完虎头山公园 我们再沿着丹奥河向下 回到刚才的祖区南边 在刚才的红树林公园主体的河对面 这里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小巧精致的江南园林 也是红树林实地公园的一部分 这里应该是后建成的 但是整体来讲我个人却最喜欢这里 它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造型精致 在里边走一走非常的舒服 感觉像是来到了苏州 如果说在这里拍拍照发发朋友圈 假装身处在江南园林之中 还是有不少人相信的 这个小园林也配有单独的停车场 另外感觉这边很多人并不知道 所以每一次我来这边 里边都比较幽静 很适合一个人坐在里边乘乘凉 看看景 在建筑的旁边也有小桥流水 以及甲山的造型设计 整体来讲就算是一个典型的 小巧精致的苏州园林缩小版 到这里 关于红树林实地公园的整体概况 我们就介绍完了 现在是清零小商家 天气也不错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不妨来这里逛一逛 还是挺舒服的 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转发评论 关注作者 谢谢大家